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爱慕白医生 她的心里一直装着她的前夫 容不下任何人 我就想看看什么样的男人 到底有这样的魅力 所以我就来了 不行吗 那你找到答案了吗 要不是这场乱战 说不定早就找到了 马天明 蔡里坤 薛探长 马天明也好 蔡里坤也好 你别忘了刚才是谁救了你 你 告辞 瞧你那点出息 让你送人你就好好送人 擅自改变什么路线 有人跟踪我们 那你就立马给我撤回来 撑什么灯 薛探长 我是怎么受的伤 您可是亲眼所见啊 不敢再怀疑我了吧 那你还怀疑我吗 您有啥的也是我亲眼所见啊 咱们是闹了啥误会 那就是误会了 您快跟我 给 给处长解释解释 当时是不是冒出很多匪徒 都带着枪 处长 这个事是这样的 老五他 的确是激励阻止匪徒带走马天亮 结果被打晕了 谢谢您 谢班长 处长 那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马天明在哪儿 有了分手后 我再也没见过他 他死了 你 你 你 他死了 什么啊 马天明到底在哪儿 我要和金菲也说 让你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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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在哪儿 放开我 你们到底什么人 车 好 我腿舌了 你要再跑的话我打断你另一条腿 走 走 警察 有人要杀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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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知道我是谁 杀害他 谁不知道您陈舍的丁字眼 我这个人一向秉公办事 你的哥哥和阿丽犯了错误 躲是躲不开的 我哥也没有办错事 四爷您心里面明明白白 跟谁说话的 四爷已经很大肚了 就说你哥从哪儿来 再有时候 就把你丢进黄埔江喂鱼去 我 我要是四爷 对你们没有任何好处 四爷 您是山医人 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你还懂生意啊 在四爷面前 我不敢打什么事 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 邓家交换 邓家交换 怎么交换 四爷 我要是死 我让我哥知道 他为了报仇 我一定会去军部房自舍 去军部房自舍 把一切都收住 但是我活着 我哥就不会这么做 点开之后 把他被遇 四爷 你要消耗啊 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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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今天一天去哪儿了 到处都找不到人 这是恒山医院 不是恒山监狱 我不能出去吗 出什么事了吗 你怎么情绪不好啊 没事 今儿有点累了 我是来跟你沟通 韩城的事情 近两天的户外活动 效果特别好 他已经主动寻求帮助 回忆一些经商的事情 失忆症有你治疗以后 不需要跟我沟通了 你是主治医生啊 今天是休息日 我跟苏院长沟通过了 在休息日的时候 我不是主治医生 我也是人 我也需要休息的 明白吗 在那儿子里面 对我说 这会儿 很落后 你这儿 唬唬洛 也在唬洛 那 这儿 尝尝的 很酷 词 它是很酷的 你嘴说 怎么突然出现的坟场了 署长 我是去祭拜朋友 这样 你的休假取消 马天亮的案子 具体由你来负责 给我找出 到底是谁把他救走了 那例行社那边 您怎么交代 如实交代 带历要是不满意 让他一起插 他不是能量挺大的吗 这样 武探幕面对匪徒跟踪 处理不当 但他发现匪徒以后奋力反抗 中英寡部敌众被打晕 才导致马天亮被劫持 还是署长高明安 这对外的文章我来做 对内你一定要给我延长 此案 一定有内鬼 我不相信 你你一点察觉都没有 行了 我也不逼你 等把马天亮急拿归案 你连带内鬼一起交给我 你不想害死我是吗 别这么大伙计 那说好的低调行事 他们已经很低调了 你一定要给我屁 大白天开枪 老子差点被打成闪子 没办法 薛宁来了 那低调当然也见着 哎呀 我们可是给你做足了戏啊 你现在可是薛鲁房的大英雄了 老婆 我告诉你 我只屠钱不屠名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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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气不错啊 薛团长 您有点好 你也来碰碰手去啊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 这 有话好说吗 不知道里面的庄家看到这个 会是什么反应啊 薛团长 您就当美 没看见美 这够了吧 怎么 你就值这几个钱 薛团长 那我真的没有了 不信你翻呢 最近丁云峰在道上放出消息 要买两个人 这个事你听说了吗 丁云峰出了很高的价钱 不管这个人是死是活 都要 谁不知道 那你怎么不去挣这个钱呢 我哪有这个胆啊 这句话摆明了 就是说给该听的人听的 你觉得谁该听啊 这个 比如 这个 这个 比如什么呀 比如你们寻补房的吴泰木 他最近就常去沉舍 但是去干什么呢 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我知道 这个世上有几个博爱在的 这钱能通神哪 是吗 您来了 您来了 四叶八九三 都给您备好了 就等你了 继续扯上 拿球 小四 我答应过爹要让你过上好日 你这是喝了多少 给你个好前程 喝成这个 可是我做不到 小四 哥知道你被丁死抓走了 哥想救你出来 但是 但是哥真的没有这个能力 你能原谅我吗 我原谅我原谅我原谅你啊 我原谅我原谅你啊 你怎么被丁死折磨成这样 胡子都长出来了 对不起 我回头挂了 对不起 没事的 你睡一觉就好了 我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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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里边了 不好意思啊 蔡医生今天喝醉了 有事明天再说吧 别叫我蔡医生 我不是医生 从来不是 你怎么不是啊 你当然是医生了 你把我的病都治好了 我真不是 你就是蔡医生 你是蔡博士 让他落话说出来 说出来可能会好受一些 他醉了他老灰了 出去抽烟 我不会抽烟 有什么 你就说出来 不要憋在心里 你别慌 我不会抽烟 我想 吐 没事 你慢慢说 白住眠 你吓我干嘛呀 你这是给他打的什么择 安眠镇静 蔡医生现在需要尽快入眠 是白医生开的处方 白医生都没有来看过一眼 就把药开了 蔡医生大吵大闹大半天了 我回护理站以后 跟白医生交代过这样的情况 护理站 是格外的关心蔡医生啊 李先生 知道我和蔡医生之间的事 是 还会拖替她 刘夜 帮我补开个处方 刚才 蔡医生闹得太厉害了 我必须让她尽快入睡 可一时又找不到你 好 朱莉 你再跟我讲讲 那个双重人格的问题呗 还有 你是什么时候发觉 蔡博士有这种病的 他生活中的双重表现 你已经看到了 只是你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就没有往这边想而已 我分析 他童年的生活 一定很坎坷 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现在呢 还要强压住自己心中的痛苦 在外人面前 表现一切正常 护士长 林护士长 明白了 谢谢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马天明藏哪儿了 我是你请来看病的医生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马天亮 听出了没有 你哥这是在暗示你 他现在的身份是医生了 我不知道我哥的想法 是这条汉子 我看见一口烧开的锅 从天而降 把整个村庄压在底下 你爱上了第一个念头 微不足道的一小块 微不足道的一小块 而你 一旦有了这一块之后 其余的 迟早会出现 竹同志 竹同志 竹先生 竹先生 你 你 你能说话吗 能吗 没关系 你 你不能说话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跟你说话 你能听得见吗 我跟你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去年十一月 中国工农红军 陕甘支队 到达陕北在甘泉地区 同红十五军团会诗 恢复红衣方面军番号 太好了 你听得激动是吧 好 我知道你爱听的 因为我刚听到的时候 我也很激动 你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慢慢跟你说一遍 去年十一月 它一下 旅行 我再去 一遍 你是不是 开着慢一点 你这要把车开到黄浦江去吗 寻步房送人出了插座 处长居然怀疑我们在背后 就做了手脚了 真的还有天理 戴先生就是天理 这天理 明天我就要彻查 抓回马田亮 和绑架他的那些人 好了 不要发牢骚了 说起了这件事情 还是赖过 当初我立足他们把马田亮 引渡到南京 所以他们现在 那自然是怀疑我 把马田亮藏起来的 戴署长居然怀疑 您对党国的忠诚 真是让人心寒哪 戴先生为人警觉 我说得更直接一点 就是生性多疑 如果我们再插手 那恐怕不止是 无功而返了 明白吗 明白 这笔善款啊 一共有十二万 还有两根金条 一会儿我送到董事会 我们在那儿交接 好的 一会儿见 老板 我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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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闹了 你 我闹了 你 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魔力 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 才能弹出 世间的绝响 实在抱歉 昨天丢丑了 谁没喝多的时候啊 还好 你喝醉就睡着了 陶先生来看你你都不知道 昨天去见了一位 长沙来的中学同学 原本想叙叙旧 结果他狮子大开口 帮我借钱做生意 谈得不是很愉快 我就带着气回来了 白小姐 实在不应该对你发火的 没关系 以后少喝点 我现在一切正常了 在韩先生彻底痊愈之前 我是不会放手的 谢谢蔡医生 我一定会积极配合 薛探长来了 韩先生出病房的事 他还不知道呢 我去跟他说吧 我主张的 我自己说吧 你自己面对薛宁 没问题吗 总是要面对的 小心 让韩先生 不是 inum 你哎呐 我说 我今天来是找苏院长的 他没什么态度 只是说来找苏院长办事的 他要是不同意 我再去找 韩先生出了病房 就绝不能再去 奇怪的是 小偷只拿走了两万元 连金条他都没拿 这种情况我也没遇到过 是啊 恒山医院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 所以请探长暂时不要对外声张 我怕呀患者闹得人心惶惶 他们看中的恰恰是我们这儿的安宁安静 和有安全感 好 这个苏院长放心 我会秘密地查 谢谢了 谢谢了 薛探长 我正好还要跟你说说韩城的事情 首先呢 我要表示歉意 薛探长 我希望韩城不仅仅能走出病房 还能得到更大的自由 还能得到更大的自由 怎么 你以为你救过我 就可以跟我提要求了 我救过你我会随便乱说嘛 虽然我救过你 但我也只是希望而已 而且自从救过你以后 我才发现 你是一个通勤大力的人 我不管你是谁啊 我要你老老实实给我当个菜医生 小四的事情 我会不遗余力地去追查 旁人最好不要插手 免得被捕伤 韩城 我可以给你更多的自由 你可以外出 但是我也得提醒你 外面关心你的人很多 小心姓名 谢谢薛探长 还是写下苏院长吧 使他帮你求得起 你可说吗 你也不想过 你还不想过 你可能会让我 你更多的 Going to 我相信是你 你应该是乐 对我 就把你让我 hubung 你也想着他 就把我帮你拿来 那我给你怎么说 我给你嘴巴探长 你为什么要 BMW 你说的 是啊 这通风口 早就不管用了 都是摆设 说得好 辛苦了 笑容 蔡医生 昨天怎么醉成那样 跟一个老同学见面 闹得不太愉快 什么 要给朱先生换房间 对啊 通风口不是封起来了吗 这不是闹老鼠的问题 苏先生 其实我早就想跟您说了 这个小阳楼啊 他湿气重 通风又差 像朱先生这样 年老体弱的病人 他是不宜承住的 这是陶先生亲自选定的 为的就是让朱先生啊 安静 不受打扰 我知道他是好心 但他不是医生啊 忽略了治病的要求 在法国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这病人进了医院 就必须得听从医生的安排 我觉得我们医院啊 必须得给他指证出这一点 蔡医生啊 我也要提醒你 我们是上海 不是巴黎 我们不能 也不可能有条件 处处以国外为标准 好了 别说了 我正忙着呢 苏医院长那边说不通 陶生凯就更不行了 你根本就不能告诉他 这只能让他起义心 薛宁的事刚完 又来了个闹老鼠 你说小吴也真是的 没事瞎出什么主意啊 这要只封了病房里的通风口 那还好一点 没办法了 现在只能靠你 自己跟朱先生联系了 你放心吧 他要是跟我说了什么 我肯定一字不落告诉你 不相信你 你相信我 你未必全相信吧 稍后 那个老鼠 我相信最少是 你这个人 索尾 变得太大量了 我就知道 那些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老板 来一小碗馄饨 老板 来两大碗馄饨 好嘞 吃什么啊你 五哥 这么起 你那么 大半夜不睡觉的 瞎溜大什么呀 这么吃完我就回去睡了嘛 吃这么多 你睡得着吗你 正好 别睡了 就找个人呗 五哥 你说 找谁 这两天 见牛二没 牛二 好几天没见他了 发案了 找人就是了 五哥 应该你 凭 凭我这样 一个人上来着去找啊 我总得找点弟兄 一个妈去找啊 你说是不是 这些白鞋拿着 这些白鞋拿着 完事之后 再跟你一半 五哥 您就是我的贵人 他 五哥 贵人 长笔白鞋 往生不强 手笔南山 好啦 老板 我都好了没 可以 你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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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 给我 给 Dew otomo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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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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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司令果然是雷厉风行啊 我这里还没准备好 您就大驾光临了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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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军人的风格 南京国民政府怎么样 我说去就去了 更何况你这个小小的医院 你是哪位啊 毕人陈正元 毕业于日本千叶医学专科学院 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内科 现在不才啊 是 好了 我清楚了 你就是个刘过阳的大夫 过巧 司令 司令夫人 您好 他 他是我的二夫人 哦 二夫人果然 天自国色 这什么贺地方 这就是那小周给推荐的医院 哪有同级医院器 我不想在这等 你先不要急嘛 来了就要看一看 看完了再说 走吧 好好好 司令请 来 清山 嗯 这帮人什么来头啊 梅司令 号称是司令 其实就是个过了气的老军阀罢了 他怎么上咱们这儿来了 听陈主任说 他一直在天津 上个星期来健安寺 还院的时候 偶遇风寒身体不适 陈主任之前有个学生叫周云凯 后来在这个司令手下当副官 就是他推荐的这个梅司令 来找陈主任看病的 是这样啊 提醒你啊 这种老军阀 本事不大脾气不小 见火就着 逼他远点 明白 明白 吧 那就买了 郑船 那时候我儿子 怎么发现不通 我去做工具 我是小孩 我不止 fått 因为我去批养 太疯了 你这个人说话吧 很有特点 你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呀 我自己身体什么样我心里没数吗 跟我说实话 其实也没什么 您呢就是心率呢稍微有点不齐 血压呢也有点偏高 不是大问题 这说的是实话 我说我最近这些日子怎么老是感觉凶闷呢 对了他还老憋气 司令啊这都没关系年纪大了吧 等等 你刚才说什么大了 我哪大呀 不大 不大不大 您哪儿都不大 我的意思是您福大 造化大 司令造化大 司令啊 您这事啊就是操劳过度了 其实身体要好吧 最关键的就是要调养 对了 这话我爱听 你说吧 我该怎么调养 司令啊如果您实际允许的话呢 可以在我们这儿小助几天 我呢也可以帮您做一个全身的检查 也好对症下药吧 我觉得在这儿小助几日 把身体好好查一查 可以不可以 你 要住你住 这地方一天都带不下去 你看您 没你陪着 我一个人能带着下去 那你让三妹四妹来陪你呗 您没闻到这屋里好大一个味啊 心得我头都疼 好 二太太 这个味呢是消毒水的味 您那就多担待啊 担待 那我倒是能担待了 那我们家司令呢 这什么破地方 连这大床都没有 我现在关一身轻了 在这儿住几天 把身体好好查一查 可以的 大夫 司令 住房听太太的 准备大的套间 给我准备大的床 我还有老三老四呢 没他们陪着 我睡不着觉啊 司令啊 咱们医院这条件您也看到了 实在是有限哪 这医院的病房是统一规格 都是单人房间 没有套间也实在加不了大床啊 这个 这个 您真得多包含了啊 我包含不了 你既然留我在这儿检查身体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 都给我准备好了啊 那我们医院落成的时候 实在也不知道 能迎接您这样的贵客啊 那现在我来了 你听我的吧 把这三间房子给我大通了 它不就是大套间吗 把那小床三张并一张 那不就是大床吗 啊 哈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